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又是馬二啦 今天呢,要說回我們一套,已經過了二百年,一萬二千年之後 一萬二千年不是這套啊 不是這套 其實這套,總括而言,應該是一個故事,一個哄小孩躺在床邊的故事來的 你可以這樣說的,我不會否認 那個人惹中你而已 那件事怎麼掉出來 這個再慢慢說,這件事怎麼弄出來,都沒有太...去理解 大家都不用太需要去 那我們今天要說的那套,就是革命機 就是VVV啦 日星最新那套機器人動畫 所謂顛覆世界的系統,真是顛覆了 包括你的... 其實我覺得對比一下它,它不算很難頂 其實... 不是,看你有什麼subs看的 最少這麼說 希望我會覺得好看先 它在戰鬥那方面,它下的功夫都算OK的 至少它的作畫質素都算穩定 穩定,它搞到有些X動不能做 因為實作班第一樣,大家這些都不認識了 突然停了 所以整體上來說,其實除了它的故事... 我覺得其實它根本上... 以它的故事的質素來說 它根本上是一個連番的故事稿 但是它用一個兩季番的方式,它就無法完結 我覺得只是它開大過頭而已 其實... 它一開始太慢 其實... 因為它本身都隔了一季 因為它隔了一季... 因為它隔了一季... 劇牌的播一季,停一季,播一季 以前你說Gundam老修,它是兩季 然後停停就兩季 這不是,它是直接播完一季,十二炒機完了 它不同的... 其實... 我想我們都... 你要想一下... 最早期... 即是07年左右 好像... 不是07年左右 是早期... 魯魯修 魯修... 第一、二季 其實... 它是故事的世界觀 承接而已 你可以就這樣當完結 黑之契的者 Dark and Black 那裡... 都是有點類似 但是現在那些兩季番 很多時候已經不是這樣了 已經就是... 斷了它,沒有頭,沒有什麼 突然間... 好... 一季後 代續 是這樣的 嗯... 那... 這個就是本身現在 之前老修那些 就是... 剛才Iam所說的 就是那些叫做... 完了第一季 我做第二季 它真的是 Season 2 但是現在這個呢 就是... 將 Season 1 的內容 將它切成上下兩集 即是好像突然播廣告那樣 不過廣告一個月長 不是三個月的廣告 是... 是... 那... 先講回... 上季... 即是第一季 雖然我們有講過那些的 但是... 略略我們都先提一下 你很表揚的 我頭兩集表揚它 你又一刻 這... 那... 它表現給機體有多少笑話 是... 我是跟我說表現機體的 這麼像你機器很少女 機體方面其實都還不錯 有幾百一百的 其實機體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很型的 但其實機體是模型不能賣的 我看到模型不能賣的 你買得點沒有關係 它是制銷的 它是制銷的 其實某程度上來說 算了... 其實那五部的VVV是不少賣得的 如果是買RG的話 可能MG不一定能輝出它的魅力 因為它的機器只是小的 所以看上去我覺得MG的吸引力較高 但出不出到HG其實是個問題 我 不是 不 但HG是比較小的 之後再出MGR 掉轉了 不好意思 講回故事那裏 為什麼要翻一開始說呢 因為很多劇情的無理是關乎上一季帶下來的後果 但我覺得不單是觀眾忘記了這套東西 連製作群都忘記了它上一季做了些什麼 我覺得是 它第二季就看著重年 其實你沒看第一季都沒有看 其實真的可以不看第一季 第一部分 不要叫第一季 在第一部分 我們跟回同一季講 春仁就是因為 常知以為他死了 之後就坐上了一號機 然後就問他做人的身份 這件事其實是焗食 是有死不是有死 所以我們覺得那時候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第二季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原來這條女是未死的 還有跟著那班人坐上去的那些原因其實都幾廉價 對比一下他好像 那時候其實 我又覺得不需要有 因為其實本身 還有幾類似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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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樣說 是一件很美的 不要聽聲音 那我叫做政棍 你可以這樣說 那你還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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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其實就是 那其他人 讀了 其實有很多的打算 аж 又要做事 不用父母的 立即活動了 很明顯他那裏 長子 我當你真是你 老實說 他又做不到上一季 吉澤民裏面的阿初 這麼大能的角色 你想說那個是神 這個只是靜棍 怎麼辦 其實他這類型的角色是有種 女神創造式的角色 被人當是一個神去擁戴 魅力型領袖 他應該是要被人擁戴的 但是 在故事裏面 吉澤民裏面的阿初那類型 你真的會被他帶動到 他講的東西是有些道理 但是在第一部裏面 長子詞詞是神經的 他講的 第一 他是典型的行動力高 但沒頭沒腦那些 對 沒錯 他是那類型的角色 你看到無論是超級市場掃貨 然後等了很久的 掃貨 不是掃貨 不 說7前那一陣子被人不斷掃二十元 算了 那些就 然後無端端在打順風流的期間 你搞學員制 我覺得OK你提升士氣 但是你不是提升士氣 而是將全部的人力資源去搞學員制 但是他因為搞學員制 其實間接上是引致了 就是他被ARU那邊入侵 就是帝國那邊的入侵 基本上某些 ARU是帝國 ARU是 Talusia 那邊的入侵 整件事根本上是由這個人引發出來 當然這個人 作為一個政運 最重要的是什麼 無論他做錯什麼 最重要的是 第一季是很明顯的 你看到長野其實是一個 重要的是 上面有個怪略 其實他執行的政務和指令 都是靠LF去做事 LF是政策的政策 他只是靠好說 你見到他的領導力 你已經看到了 LF的領導力就是 我覺得執行力 應該是靈小路用比他好 靈小路用比他好 靈小路用那種 他是中層 他是一個中層 他是一個中層 他是一個典型的中層員工 他叫虎羅中層 即是一次號被人炒 那些隊員 錯 他那些就是什麼 就是說 頂上頭不下指示 我當然是不下指示 神經病 多做多做 少做少做 不做不錯 是吧 典型的中層人員 每個人是百力GM 先不要說 我們這裡其實要講的 就是幾個的key 角色就是 然後就是 其實你說 長子其實某程度上 他所有的決策 都是很受LF的影響 其實LF先是 他有什麼決策 他沒有的 他的決策 不是搞了一些學研製 那些不是LF的 是長子的決策 他有做過的決策 就是一些 民政事務 所謂 叫做 統一一個士氣的一些集行 其實是不需要他做的 那些人性化界的指令 而LF就是比較 叫做 宏觀的戰略層面 去控制 這個unit裡面 所有的行動 但當然其實 在第一季裡面 本來第一季都沒有問題 第一個其實很多就是 哈瑞德爾和LF 他本身之間的衝突 就是 哈瑞德爾也不太相信這個LF 但他又知道 沒有LF的話 這個國家就死硬了 沒有LL就是LL 即是他很明顯 數個長子 很明顯數個長子 所以這套 叫做革命機 機佬的機 那 你不要理 但其實 在第一季裡面 其實我大個數個 起碼大概有四個左右 我忘記有沒有第五個 我這個我沒有數 很清楚 是有LL和哈瑞德爾 他們本身就是 真的說 他們撕退我 我不相信你 我不想你相信我 你還不做 現在 應該這麼說 我看不到這兩個角色 如何建立互信 建立了一個所謂的互信關係 他們的互信關係是很廉價 只是過一話 即是說 我只是 好像叫做什麼 那種是 亦敵亦友的角色 即是 我和你剛巧 因為某一個目的 而走在一起 我今次和你合作 但不代表 我和你是一個朋友的關係 或者我之後會相信你 但你作為兩個角色 是經常在同一陣線裏面 你經常搞這類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 窩淚犯 是很拖劇情 而且我看不到這兩個角色 會有什麼成長 就是 大家看到 LLF的所謂的計策 他又不是厲害到 可以說到日春人 就是知道 宋史他知道這傢伙 是冷漢無情 不擇手段的人 即你都會覺得 這傢伙 都是應該要信任的 因為他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很厲害 即這傢伙在第一季裏面 是被人打了不止三次面 其實是被人打了不止三次的 其實是被人打了不止三次的 隨便 因為他每次對上他師傅 對上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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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上師傅都輸 所以他對師傅 其實他對上師傅 對上師傅 對上師傅 即是馬沙對阿寶 嗯 那我又覺得 爲威阿寶 至於 純粹是他出生 他教導那些技術 都是他搞出來的 會輸 其實是沒關係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些阿sir都贏了 不用打了 即是用故事上來解釋 這個 我覺得這個 是太硬 只是他說 為何我先讀你 你的技術都是我教 即是LL 即是說什麼 LL這傅人 他只是懂得跟師做事 就是為了這樣說 對面 對面 他知道 熟悉的脾氣 猜到他會想不差 到他做的事 不是說 他說沒有變通LF 他有變通過 但是他想來想去 他的思路都是很熟 始終都是其他 低手一點 在第一季裏 所謂他們的戰術攻防 那樣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 當然LF最老殘的 一件事 或者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在劣勢的事情 就是因為 Halouda這傅人 他根本上是 他說到LF好像很懂操控人心 但是他又 完全操控不到Halouda 而他們每次 就是顯身 這樣才可以做BL 什麼叫騙子 騙子 騙到就不知道他是騙子的人 知道你騙子的人 會送你當的 但是你要顯出一個人的智慧 而顯出就是 他是有多麼突出 而Halouda就是 縱使知道這傢伙是 在雲觀層面上 他可能真的不是很信得過他 但是他為權衡了輕重之後 他都覺得一定要信他 但是Halouda這傢伙是 突然信了他之後 就好像過橋出門 現在沒事 我為什麼要信你 然後就要搞多一輪劇情 就說其實我是沒有辦法 我相信你 然後顯身很多所謂的 所謂的革命機的劇情 就說 我只會咬你一個 那些無聊劇情 他只是咬你一個 一個好像不是第一季 第二部 第二部才有 第一部不是咬 第一部不是咬 第一部是上的 什麼上的 不是 然後其實我們 先後跟著 其他的VVV機體 都有他們的駕駛 就像剛才I-Am說的問題 很廉價他們坐機的原因 上去就是很廉價 廉價得來是個個差不多 應該說 我們覺得 最有主角的坐法 就是學長的坐法 死條女 犬寵的坐法 就是說 Sanda那些就算了 他那些就 純粹就是 總之我要報仇 其實應該比較電單車 他做部走軸 我覺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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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就算去到阿貞 那個Case 都勉強可以叫做 救阿長子 危急時候 救個政棍 他要OK 回應 這個政棍 他以為他是朋友 這件事 你沒辦法說的 這件事 你沒辦法說的 第一個劇情 就是 徘徊在這些 所謂的 很廉價的 完全昇華不到 戰爭層面 只不過是校園裏面 所謂的青春劇裏面 你那套 幫拖 你那套叫做 銀行美少年 校園劇 那套 我不知道 他完全跌下去 好像 Gilty Crown 那些內鬥 好像比他好 Gilty Crown 那種內鬥 是 有些人性在裏面 我現在有力量 我又不怕你們 你們夠膽不聽我說話嗎 當然他之後 他覺得 其實他也是很牢底的 然後他回到花園裏面 都要抱著 一條女孩 在那裡哭的 起碼你會見到他有內心去掙扎 但是我見不到 HELLO 在近距裏面 HELLO 有內心去掙扎嗎 其實這傢伙的內心掙扎就是 什麼呢 我告不告白好呢 我告不告白好呢 都是不好 我又不是人 搞人秀又不是那麼好 是不是 我又 萬一刪了他 就不知什麼鬼出來 真的 真的夠了 真的 所以那個劇情裏面 HELLO的角色 也是做了那種 其實我覺得現在 很不討好的男主角 內藥營的男主角 我覺得我不認識 但是 他內藥得來 其實是 他回匯的位置太久了 在同一個位置裏面 好像 彈傘 那些叫布丁 搖一下 很像的 很像的 不知做什麼 一打就散 他被人推一推就動搖那種 好像搖一下搖一下 搖一下搖一下 但是最終他都會站上去吃 這樣會不會陷入 他做一個學生 他演了兩部的劇情 他想的問題不是很大事 他想的是 我怎麼跟隨志志外 我都說不到的 我迷人去 他用了兩部都是這樣想的 那種是很自然的 由一開始就是 沒有了 我已經不是人 長子死了 我心無可亂 我要不做人 然後到 原來長子還沒死 哎呀死了 我現在不是人 然後到其他機體 他又說 算了 不是人的 只有我一個就算了 不要搞到其他人 但是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為什麼 他 他說 遊戲一處都沒有了色 沒有了能量 那些部門 但是為什麼補給的 只有一號機一個補給 不是個個都要補給的 他這裏其實 我想我們開始要連上 第二個劇情去討論 他很多東西就是沒有了 連上很多筆 其實 這裏 先停一下 因為他說 你們大家都變成不是人 因為其實他們在身體能力上 大家都可以交換身體 那些其實大家都是common的 但是為什麼補能量的 只是一號機就補了這麼多個 因為他是個拖板 看之前先說 有一個吸血 第二步有解釋 你吸血的時候 吸了一些遺傳因子 有些符文 就可以轉成能量 他吸了所謂的wound 其實他說其實是一個記憶 人類的信息 一個人的信息 就是他持有的記憶 但問題來了 吸一多LF會不會失憶呢 又是 他沒有提過 其實我們先解決這個問題 你未解決第一步的問題 你先讓我解決這個wound的問題 首先 剛才IM所說的第一個問題 拖板 為什麼會沒有 他真的沒有解釋 老實說 但如果你當一個很 叫做 因為我當他是吸血鬼 吸血鬼 其實他是 他用的 吸血鬼 即是真組 其實只是真組才可以充電 如果他的個案 就是 喊他那些是缺續 哦 就不關 所以 當然應該是有策 一樣是有策 因為他沒有解釋 其實我們都是猜的 其實 但他說的話 就是 總之 要哈利多定期去進食 但問題是 零號機 都是同一個技術證 出來的 現在對面有不需要吸血鬼 他沒有這段 零號機是哪一部 二號機 零號機 零號機有嗎 沒有零號機 是二號機 卡因大廠的那部 那部是二號機 那零號機沒有 沒有零號機 他說錯了 但問題在於 這個設定其實都是有策 他講到就是說 如果沒有 沒有吸食遺傳因子的話 就會 就不能夠啟動 VVV 那五部機體 但是 而他講的就是 那位 Osler 講的就是 其實 最後他 他有講的就是 他吸食的遺傳因子 他是用 哈利多的 記憶 去做這個能量發動 即是 這份來說 哈利多就算不吸食 只是會毀壞 是哈利多本身的記憶 而不會影響到那部機 直至 其實真的那部機不動 就是哈利多死了 是啊 理論上這樣才說得通 那不就要換人 就是換電池 是啊 就要換另一個隱常 但是你說 LF 失去記憶的原因 就是因為 哈利多吸血的個案 就是吸食記憶 其實他是 所以他也有表明過 在第二部裏面 LF 是沒有了某一部份的記憶 他自己也講過 不記得清楚某些東西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 合理的 即是充電電 他是 LF 錯了 在這個 他在這個 合理 但是問題就來了 連同第一部就不合理 連同第一部 有個最關鍵的位置 就是 若然 吸食這個記憶 是引致哈利多 他會在第一部裏面 會報走的東西 那為什麼他會去強姦 跟這個Sakura 那我就不明白 Saki 不是Sakura 那我就真的不明白這件事 你看到 他們上一集 Oainer很開心 他說繼續做吧 做吧 好像這個才是正確的方向 這問題是 對個機體沒有影響 生命詞 都不是生命詞 都很舊 OK 他跟Saki 他發生了關係 那究竟這一節 究竟是 什麼一回事 就是 搞了 會有什麼 不是 是跟設定有什麼關係 你見到 哈利多之前要吸食 因為他用基因 用 energy 但問題是 搞這個東西 因為他 老實說 之前我們見到哈利多發作的原因 他是整隻狗亂咬人 他是瘋狗症 但是 你就是不明白 那一下 他發作 他是受記憶的影響 他的記憶是有影響 跟他的性慾是沒有關係的 我可以用另一個東西來解 就是 New Troopers的經典遊戲 陳和莫敬 曾經有個對白 就是搞完之後 說 為什麼會有 energy 給一些比血更濃的東西 講完 講完 不 就算 就算是 我先用你這個concept 才告訴你 你死硬 我告訴你 我知道你搏什麼 我想到了 你先用這個concept 但是 他是射出他不是吸收 大哥 這個 他現在的concept 是他要吸收 energy 這種能量 吸收 這種能量的話 跟他做事是沒有關係的 他才會消失 energy 那你就要參與這個古代的中國典籍 皇帝來經所謂的採陰保養 是有採陰保養的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整件事在第二幕完全沒有提過 頂多 推而求其次 我 說一句話 說 他那一刻 突然之間 很需要一些很深刻的記憶 去給這個OS上 而最深刻的記憶 當然是自己的第一次 所以旁邊有一條女 所以他要搞 有 當然 你不排除 其實 當然 對 克里達來說 這一段都不是很重要的記憶 大家都知道 在最後一節 革命機裡 克里達用盡他的記憶 當時 不斷地粉碎 一些很重要的記憶 是不包括他和 Sucky搞事 這一段 對他來說 這一段其實都不是很重要的記憶 只是一個黑歷史 封印了 別管他 這一節 純粹 給你看到 其實 二季裏面 製作人員 是不記得 他們是不記得 這傢伙和人發生的關係 發生關係的原因是因為 他成為了神獸之人的暴走 的情況之下 什麼叫神獸之人 神獸 這一節 他們是完全忘記了 他們是突然之間 就找了一段所謂的記憶 當然這個設定 也要帶回 在第二部裡面的犧牲者 馬里耶 馬里耶 是 就是最早的testing pilot 所謂的第一個神獸之人 11歲就成為了這個神獸之人 嗯 他這個角色就是 大確就是 坐VV一號機的人 電池是要換的 但是 他講的一件事 因為本身 他在一個未完善的機制之下 做出來的 是試驗品來的 他是一個試驗機的駕駛員 所以其實 他坐了上去之後 其實很快會失憶 但是 哈里達不是的 哈里達其實是 他是到這件事之後 才開始失憶 其實我發現他好像是 那就是第二部才臨時加他的設定 所以看見就是第二部 我覺得 記憶這件事 所謂Wood這件事 那麼抽象的設定 他是去到第二部 他才釐清了其實這件事 究竟是什麼 釐清了嗎 釐清了嗎 第一部完全沒有提到 相關的設定 他在第二部才跳出來 你自己看見大座變化成光的男人 最後那裏 出光之日 他感覺是簡通大座 抓到機場第一部的劇情 所以我看視野讀下去 說第二部是劇情 和第一部可以沒什麼關係 所以 你這個位其實是 為什麼這個位其實是奇怪的 你說這件事 不是HIMALIA MALIA MALIA 中文是什麼 忘記了 忘記中文是什麼 什麼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那一次也是奇怪的 LF的在第二季 也都在LF的第二季 所有的行動 基本上都是失敗 某程度來講都是失敗 都是為了這條路 你不要提我 現在都不記得 他下去地學了什麼鬼 他說火力探測 是鬼 是膠油 火力偵察 還有不知道是 外交 要去哪裏 但你現在整件事 不知道他去哪裏 他原本上去是 阿...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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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那裏面的領地裏面 那然後他就已經是 變相 去到機器 無緣無故接軌了 其實又多了一個 因為整套東西裏面 其實他做一個很典型的機械人片 的所謂 無論 兩個國家之間的互鬥 和國家裏面的內鬥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所謂的國家裏面的內鬥 你都去到第二季 去到中段 才知道原來 他們在 國家裏面 黃黨派 是一個 舊王族 和 郡國主義 賢政權 賢政權 兩個之間的鬥爭 中段裏面 其實是沒有完全 出現過這件事 沒有 其實第一季裏面 你應該要 present 這件事出來 為什麼就是 不是的話 單單靠學生 你認為會受得住 他當然是因為 有些內有外魂 而令到 很多時候就是 這樣而得救 這件事 我覺得 你可以同時帶去劇情之餘 你才可以帶去 其實這個世界環境 其實現在是這樣的 他們 這班學生 創造出來的這個新國家 其實就是 點燃了 這個世界的 戰火的一個起因 你才會帶動這個故事出來 就是 他們為什麼還可以 在這個勢力 這麼只有五部機體 還有五個人的駕駛能力 都是 你不要提 第二部裡面 他們全都走了 國家是零的 是 對呀 你有沒有看CD 五部機體很多 講完 他們不是基拉 他們是殺人棍的話 我可以 他們是基佬 有 你說 這裡 帶出一個設定 OK 剛剛 有馬說的另一件事 國防嶺 當然 其實 什麼叫國防嶺 他們沒有 他們是把五部VuV全國 所有駕駛進去 然後 最重要的是 他們在第一戰裡 已經告訴別人 那五部機 其實已經離開地球了 然後 但是 我們偉大的大座 是完全沒有反應的 當然 他 他的目標其實 只是那五部VuV的 其實 其實 他都不太理會那五部VuV 但是 我沒有記錯 我不肯定 這個實實 好像說 大座的銜頭 好像是那些月面軌道指揮官 那些 最重要的是 國家好像只有大座一個部隊 他們只是追 人家 有啊 有啊 水樹 但是問題 他們不會派多支軍隊上去月球 那裏 找到學生的國家 他們完全沒有做這些 國家那裏 可以 扔到一邊 很奇怪的事情 你覺得 你還有國家 你的軍隊 你對他們的新興 新興的帝國 國家 你不可以這樣做 帝國 不 新興的國家 要斬除根 然後 封城計 當然要 但是沒有做 當然 你說這一節 帶到去 其實就是 Sucky 他被人 捉了 捉了 這當然是經典 全部都走 不要朋友 寶寶無人生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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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帶出 就是 LF 為何要去 搞革命的原因 當然都是為女兒 為女兒 死為女王 所以 就會顯得 第一季裏面 那班 監督 應該有 那班編劇 大家記不記得 在第一集裏面 LF 多麼 大仁大義 立即推倒了 這個 哈里達跟他說 你這些人 怎會明白什麼 戰爭 那些 但這傢伙其實 你也是跟他說 你也是為女兒 那你之前說過 那些話 你說了些什麼 沒有的 永遠都是 打人就威 自己 我沒事 我愛女兒 有什麼不對 我愛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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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 我愛女兒 超過 我愛女兒 超過 十二歲 完全是 機音設定的 這也是其中一個位 就是 故事裏面 兩套 我明白為什麼 LF 一直都知道她是為女兒 但 那時候 那女兒的身份 也未明 不知道她究竟是什麼 她第一部完全沒有說 她是王黨派 你看上去 就以為她是一個被禁錮的公主 你只知道她是一些有勢力的人士 你當她是復國 她 為了說 她在一個Gundam裡面 她是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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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拉克斯 OK 大家都是粉紅色頭髮 不過她淺一點 OK 我明白 這件事 女這件事 一向都是女神形象 可能是一個國家裡面 很重要的精神之柱 你一定要救她 那你就可以復國 我愛 拿來打種 打不打 我不知道 就是 很 importa 奮事 這件事 男人最終是說 很諷刺地 就是 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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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最終 Kl visual師 救不了公主 什麼救不了 其實 他是自己轉圈 不 結果論來講 救不了 那攀了 算吧 接著 最終他們就回到 越面 接著就 recreate 然後就出來 還知道我做了多少事 我經常 those same 我終於交到朋友給他一個like 真是瘋狂的 他拿了一個紙紮機出來的 他那個紙紮機是為了什麼 那時候的紙紮機是為了一集被人識穿了 人後面都知道是假的 他們就很開心 騙到人就很開心 其實你說長子這一節 長子他終於跟其他國家的元首達成了協議 所謂的開會制裁這個 他說其他國家是一個 那邊是聯合國 其實這個國家只有兩個勢力 只有兩個勢力 兩大勢力的話一個制裁另一個 另一個就不會理會 當然這一節就說 原來那邊的總統都不弱 就利用Saki 在現場跟他行刑 抓直吧 當紅口長嘛 當紅很正常的東西 然後就讓人發現他是神獸之人的身份 即是不死身的身份 那些人就開始說 跪手啊 那一節是在策略上比較高張一點 那一節是在策略上的 沒有人真是假的 然後沒有人嚴正 沒有人嚴生 因為你要明白 當長子這一邊的陣營 沒有了LF這個人物之後 這班人是弱智的 即是甚至可能是 約會大作戰裡面的十鄉智慧都高過他 不只是他們弱智 連對面所有人都是弱智 你記住 那些人都送了 不是只要他們弱智 因為整個殺傷人的智商很低 除了摩斯的智商比較高一點 波士的智商也不是很高 波士的智商說 你這班怪物來的 很不和你們聊 那邊那個眾黨聽完之後 他們完全是不打算 那邊會不會是我們的離間之 是不是離間 還會說 不行啊 你們是怪物來的 為何要吃鬼 不行我要走啊 很理想當然就是我用了這條計你們就一定要中計 就像當年盧魯修 說了盧魯修是誰之後 原來他不是日本人 他是假的 我們不能相信他 因為全部都是反吐 即是劇情 你的劇情沒有遇到一樣的 是的 這裏真的 基本上的吐露是很相似 他講得很理想當然就是 其實很老實說 非我族類 我覺得這是一個劇理上的問題 你和那個人有一個互信的關係 他突然間告訴你 突然間因為某些事 你發現了他是一個真正的身份 可能他不是什麼 但他是完全 我當有一部份人真的會這樣 不奇怪 但是某一些 我覺得你跳過一些東西 為什麼 你應該分兩部份的 因為他那個效果有兩面 第一面就是說 整個世界都反他們 在那個立場來說 行得通 大家只是怕怪獸 但是真正的問題就是 國家 即是長子和學生的問題 但是長子和學生 他們的反應是某程度有其他東西的 因為他除了播放Saki 劏肚之外 然後就說 我的爸爸被人捉了 即是那艘 Phantom的船 他有其他東西可以說的 其實就不單止是他們什麼神手之人 那些問題 有其他東西令到 故護信好像 破壞的比較兒戲 但就不只是怪物這一點 應該這樣說 其實是 你這一節裏面 其實是 你要創造的 不是單單是 人類的敵人 他們那邊 對白學生的恐懼 是學生之間本身的 即是他創造了其中一件事 就是說 那艘船就是 錯了 其實這件事是很搞笑的 這件事是 在他那一刻創造了這個畫面出來 基本上 是他們所有人都馬上不相信VVV那五個人 即是就算是親到 像西華大的朋友都會不相信你 因為Bantam的船 是拿著一些人去吸氣 吸死人 他們覺得我們是人 那些人會吃我們 那些人會吃我們 那我當然是淹底 即是你創造的那個畫面 即是整個學生的群組裏面 是一面倒 但你看到不要計長節 你看到其他學生 學生之間 他們之前是朋友關係的 但這件事就是 即是地球組和沒有去地球組 兩批都可以互相針對的 即是反而是 你之前是朋友 你有一部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 為何不可以分散黨 都是你唯一創造了這個 所以為何說 叫做比較OK的其中一個位置 當然這個策略就是很簡單 因為當中的人都說 立即中了相信我之術 全部都相信這件事 總之說你們是怪物 其實沒有理由會這樣 即是你先質疑是否真的 即是通常你見到一些大事 即是你像你所說 可能有部份人會質疑 這些人會質疑 就是這樣 我問問你 兄弟我跟你說朋友 快說發生甚麼事 會這樣 但沒有了 一定是這樣的 一定是對的 甚至其實他這裏應該是突然之間 可能有一個人錯手 開槍 即是可能對著五個VV 其中另外四個開了一槍 即是一定是嚇到我 我覺得這個人沒辦法 不知道他經常都中槍 即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那些人知道 他就是神獸之人 即是在那一刻的衝擊 即是在那一刻的衝擊 便說 我面對面見到這個人 已經是這樣的 首先就是沒有可能是假 如果是這件事 即是他少了這一節 當然他這一節 是因為留了給 後面 後面 其實他那個破壞 就是他忘記了他小時候的洞 那個位置 因為那些記憶已經吃了 嘩大哥 這麼小時候 其實那個位置 亦都是另一個 長子在這套東西裡面 成為一個最討厭的人 的地方就是 嘩 你不記得小時候的東西 就可以 不是 他說 哈勒達 你騙我 然後 問題就是 他騙過你什麼 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最多就是 我沒有說而已 而問題就是 我覺得長子的反應是 你騙我 搞到我要成立這個國家 搞到我現在全部人都什麼 我現在這個正 正掘 差不多了 我這個這樣的正客 搞到我現在身敗明顯 喂大哥 喂 我的政治 我的政治舞台就這樣結束了 好像被人搞大一個肚子一樣 但是 大家都要明白 我們剛才也講過 一開始這一節裡面 成立這個國家 是長子這傢伙 他自己去想出來 哈勒達是沒有給過任何的意見 任何的推波助瀾 而這傢伙就把一切的責任 就 怪落到哈勒達的身上 責任轉革 什麼都無關的事 是你的正問題 而他也是 去到那一刻 只是說 這傢伙是 有馬 一開流動的 這傢伙完全100%的正棍 他完全沒有念過 這個人和他青梅竹馬 大家共患爛了幾次 他單止一點 總之我要保住自己的政治本錢 你就和我去死 沒有問題 不是這樣的嗎 很合理 如果我和你一起 後面的學生 沒有了 沒有了 那些政治生人 沒有了 我先推你去死 鞏固我現在的後面的學生支持 我要 那一刻又有趣 那一刻又有趣 那一刻又有很有趣的反應就是 因為那一刻其實 對面開條件 你知道 長子其實是在幫 他未知之前 他在撐著哈勒道 他不是的 他不是的 當我射了他一槍之後 然後他說 原來他是之後 然後長子馬上翻臉之後 後面的學生是支持他的 但是他說 這傢伙是不是內鬼 他之前還要這麼撐 所以那一場是 長子是一種很出色的正棍的原因 是什麼原因 這傢伙很好 他就馬上說 他就說 果我這麼信任你 你竟然原來是怪物 你竟然欺騙我 有些高官說 我相信你什麼什麼高官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報紙月報 他就說 其實他有問題的 我們一切一切 我們解釋他就可以了 那就搞定了 這些難道就是 神和教主的關係 不可能他真的是神來的 但是你說 他這一節其實是 有一個 之後他就說 長子最終都在VV那裡發現了 原來 哈利多會變成神獸之人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 但是 這傢伙 再次 在短短兩三集裡面 印證這傢伙 完全是一個 100%的正棍原因 就是什麼呢 當他知道這件事件之後 哈利多救了他們之後 然後 然後想希望跟他們 討論之後的情況 然後 他馬上說 沒有問題 我可以讓你繼續保護我們 不過 我讓你保護我們 就是我們的恩署 但是 你們就不准進 這個 格拉夫以外的地方 這傢伙 他 就是 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 他完全不正 首先他完全放棄了他所愛的人 老實說 哈利多 老實說 那一刻真的要跳樓死 我覺得真的要 在宇宙怎麼跳樓 阿神都叫他入股 阿Saki的 不聽說 在這個位置 當然他跟著說 哈利多坐上VV裡面 然後突然用孫的近鏡 給他看了一個很無奈的表情 但是 我覺得這傢伙 我覺得是演戲 你知不知明白 我給他的印象就是 這傢伙 這傢伙 完全是一個賤人 真是 Bitch 你男人買錯股份 追錯女生 你不斷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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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我創造不了 就是 我給不到感覺 你只是令到我討厭一個角色 其實很多次 而網上 我記得是大部分語論 我記得都是很討厭這個角色 他真的很討厭 大哥 這個是事實 第一部的時候 因為Saki第三者 所以我記得 劉亞長子 同情分得挺高的 但是第二部 他完全不見了 第一部的長子 你只可以說 他是一個 他都是靜棍 靜棋 他做事 他是不經大腦的人 而 不代表他沒有魅力 而是他 他很天真很傻 他是一個很天真很傻的人 他也叫做什麼呢 可以成為一個 所謂的精神領袖的人物 就是可以帶領 無論對與錯 因為其實 你很多時候做事 其實沒有說對與錯 結果論 對與錯 但是 去到第二部裏面 真真正看到 就是這傢伙 是 為了某件事 他真的可以犧牲所有事 基本上 而 去到後來 其實這傢伙 我好像說 其實很多時候 要給credit 的地方就是 幫他知道這件事 給credit是不是 劈奪老爸 他怎樣去反擊 他怎樣去密謀反擊 就是 借助某件事 但是 這件事裏面 他完全是站在那裡的角色 去到最後裏面 他也是沒有做過任何事 然後告訴你 最後 他 他 又成為了另一個神手之人 他自己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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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樣留到最後 然後 你知不知道 本來都算了 但是最後 他跟外星人說 大家要互相 你知不知道 我覺得 這傢伙 他這傢伙 想做正棍的心態 他是喪心病狂的 他已經是以為 我以為 控制這個國家 可以直到永遠 甚至是 外星人來到 我也要控制他們 你知不知道 我是一個很恐怖的感覺 對這傢伙 你說得很黑 他看著他 然後說 你們 你們想來找這裡 找我們 強大的秘密 沒有的 我們不如做個朋友 你知道這傢伙 當然是令人心亡 都說 你有沒有看上貴蒼藍 只要接觸過他之後 會中病毒 然後就會短絡 就會 就是這個情況 當然 其實 這 這裡 其實 我們也有個位 一直都 避談 沒有說 但我們真的想到最後才說 在這個故事裏面 有說這個二百年的事件 二百年 是一個笑話來的 是的 故事就是這樣 黃子依想不想聽故事呢 等我告訴你 這個 我們這個國家的開國故事 就在二百年前 然後就說我們剛才一大堆東西之後 然後 去到 戰亂那個位置 就是去到 好像 打贏了這個海恩的上將之後 然後 故事就完了 然後 然後 究竟這個國家怎樣來呢 就是 然後就是因為 發展發展發展 發展 完全沒有說的 然後 發展就是做人 做人 然後很簡單 說一句 其實大家都知道 童話故事其實是有教義的 但是 這個叫做教義 然後 教義 一定有教義 其實只是脫離 你們脫出了這個危機 但是 跟你們建立國家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那 你的國家是怎樣建立出來呢 其實 是沒有說到的 那 他跟孫廣 怎麼坐在中華人的 我們革命 輸了 革命又輸了 革命又輸了 最後革命又輸了 最後革命又成功了 然後 後面呢 後面很多事情 後面沒有了 沒有了 這個比喻比較差 應該是用著 成吉思汗 如何在蒙古打贏他的宿敵 這個不怕什麼部落之後 然後跟他的孫廣之後 我們成為一個大元帝國 中間要去到哪裡 大元帝國 統治 歐華大陸 又輸了蒙古 又輸了另一個版本 為何要去到歐洲 阿蘇為何要統治歐華大陸 想當年我小時候 打贏一個BOSS 好奇怪 因為其實 即使不是說那個 我意氣有記者 聽眾可能 可能 我未必記得那麼清楚 如果我說錯了你們 在節目後 你們在Facebook 跟我說 我記得一開始 王子是問了 神獸之人的 起源 然後 我們基於國家 是怎樣建立的 我記得大概是這樣 他都沒有講過 神獸之人 有講的 故事 發生了些 神獸之人 是怎樣來 他有講 故事裡唯一貼題的 就是神獸之人 怎樣來 而他們的國家是怎樣建立 其實他們是沒有講到的 你要知道最好笑的就是 他一直以來講 這個是二百年前的事情 好像在第一季 第一部分 他好像大陸 大陸 還是第七集一開 阿沙奇 正在跟人對打 正在對打 就被人說 你這幾百年前的老古董 怎樣怎樣怎樣 我每一套性能很好的 這樣在那裡打 但問題是幾百年前 別再說 他們在那裡打 不是 不是 最實際的是 通知有敵集的時候 令小路出來 那個 是不是令小路還是怎樣 不知道 通知敵集 那個應該是令小路的後代 應該就是 是不是 應該是他的後代 應該不是他 他上課只有五個人 我懷疑 然後整個都是石像 那個真的是後代 還是什麼 應該是後代 沒有講過 我覺得是 你覺得是 你覺得是 我看他的感覺 他是後代 其實他是 因為 你看到 他的聲音好像有點幼 他特意配音 那個人 其實他的聲音都特意配得 是什麼 不是靈小路的聲音 他特意配得 他膠底聲 變成高了 你有沒有看過朗上的技巧 算了 朗上技巧 不要理會 這一節當然就是 故事裡 其實這一節裡 無論 當然 偉大的編劇 都是忘記了 200年前 沙奇和那位 人興打的那集究竟是 什麼原因 他隔了一季之後 他就變成港股佬 不知道為什麼 而那個感覺就是 我不覺得你們是一個 王國 我覺得你們現在 是一關退休人士 其實很簡單 首先 我們都合回這些全部 首先 他的國家 沒有機 現在只剩下200年前的舊機 舊機死了 只剩下可能 只剩下三號機 一號機 二號機 和六號機 六號機其實是打造的 二號機 二號機不是可欣 然後 證管一定會開機 他不想失憶 會開機 只剩下一號機的衣服 他可以不開機 他做不死者 但不會開機 即是打的 可以 沙奇可以打 那一部機 一個打的話 怎會是全銀行第三帝國 這個問題在於 其實是 他在故事裏面 太多東西 他要提出 第一季 而問題就是 為什麼 這個200年的故事 會在那個位置中斷 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編劇都想不到 怎樣可以去搞定這個故事 除非你說新的機器 即是發明到 但他沒有發明到 不是這個問題 問題是 你的領土怎樣擴張 你的敵人是誰 你的敵人已經消失了 不是 你的敵人是消失了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人類對神獸之人的恐懼 是沒有消失到的 因為其實 LF用那個所謂的計策 只不過告訴你 對方都是神獸之人 對方都是怪物 你不應該只針對我 你應該針對對面 但問題是 Bobby搞完之後 那你這幫死亡人都會搞你 沒錯 但他已經說到 在200年之後 神獸之人 已經由被祖祖 被祝福的人 是一群 這麼嚴重 他中間做了什麼呢 這一節才是最重點 其實你說哈勒座也好 或者什麼也好 其實他為之為了奮鬥的 某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如何幸福生活下去 其實是 嘩 這麼典型的 是很典型的 他是一個很典型的悲劇人主角 OK 但這一節就是正正 這一個故事正正正就是 如何他們去奮鬥 如何他們去理解 你們 但去到整個故事那邊 最重要的部分其實是沒有了 或者是 abuse 我想 shear 想這樣 我們要互相理解 ys общем 想不到怎樣解釋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很多時候所謂的機械人故事 尤其是這陣子 很多時候是開了一個很大的頭 頭大到他們 沒有去想到究竟他們怎樣去收尾 中間裏面穿插一些戰鬥 突然要死人高下潮 女兒 女兒這件事就一般一般 看看哪一套 他們說了很多很雲光很偉大 要怎樣世界和平互相溝通 互相理解 但誰都想不到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理性來說 這些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就算你說 你要去到的 老實說 有時候人們不斷說捨不得 你真的不要小看福田 人家起碼咬 其實整件事是硬咬得通的 有個粉紅魔鬼是硬咬得通 你不要理會這條人是否超級的正棍 他說他真的可能是超級的正棍 但他咬得通這件事 有班教徒幫他劈現 勢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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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 在進行內是不說這件事 不過我想先說另一件事 先說第一部份 大家記得第一部份 最後大座 卡因去偷那部機 你當 他把他手那批東西 即是OS 梁國哥 Pulu 偷偷在那部機 但你看到長期以來第一部份 你都看見Pulu好像很真 Kine 但去到第二部份 我真的很多次 然後我就呆了 咦?你之前不是說髒話嗎 為甚麼會被FAN 我也是不明白 另一方面就是 其實在革命機 所謂VV 這個機體的來源根源 其實我覺得編輯是放棄了 我們唯一看到的是 從克律道不救他父親那一刻開始 就已經知道他已經放棄了他講這條線 他沒有稀氣過 人們會去想這條線 你當這部是一部很強力的機體 就算了 是這樣的 其實是 之前有人說大衛 他完全是屬於LF的技術 因為他教的 但他第二部的解釋是錯的 不可以的 大衛大作 他教完他之後 然後被魔士佔了身體 基本上現在這個魔士 應該不知道過去的事 不知道他教了LF的行動 你當成計 你當成計 有成計 能力有成計 有成計 幾億無成計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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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術是一種能力 你懂的戰術 但你 你有沒有打機戰的 你懂你本身大作戰術 但你不熟他以前 LF的技術成長 小到現在大過他的戰術 他就說他有能力 就說會看穿別人 那當然 當然你說 這裡 無論說 100 101人協議會 5.9 VVV的設定 科學 什麼科學 那些科學 其實這裡也有個問題 他父親 瘋了 就說 哈勒達已經成為 生物鏈裡面的 第二物種生物 你已經是最頂端 最頂端 但這傢伙都是會失憶的 因為老實說 我們一開始 阿母會失憶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是初期的製品 他可以叫做 製品 OK 但哈勒達 他老爸說到 哈勒達已經是 這個完美的 完美會失憶 對 他完美 但他會失憶 這樣也挺完美的 不知道 這班老爸 當然 其實他這裡 我覺得他想說 我覺得這個概念 像大家看廣告 有沒有在地鐵見過 永久脫毛 一次爆有效 但價錢只能做十次 我看極不明白 他這裡 其實我覺得 他講漏了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哈勒達 在我的解讀來講 哈勒達的確 真的是一個完美的 神秀之人 但 因為他做少了一件事 他經常不做一件事 他吸血 Bad up 因為他吸食 Wood 這件事 即是吸取別人的記憶 他不吸就吸自己 是 是 對 所以 正正就是 這個設定 最終就是 打回 VVV 為何不能動 這個設定 如果不能動 其實只不過會令到 哈勒達失憶 不會令到他不能動 而 吸食 這件事 你可能說 沒有 他不會吸 所以 哈勒達 作為一個 完美的神獸之人 有日有出 他可以經由 外面攝取 Wood 去補充自己 令到自己 成為一個活生的存在 他才是作為一個生物 他老爸說的 所以我會見解 他老爸說的 為何在新聞鏈裡面 他是成為一個 頂端的人 因為人類都是他的食物 人類就是他們的食物 但是細粉又吃回他 別管這件事 這件事 寄生蟲又吃回他 但是他不說 老實說 你不是全部人都明白 這些東西 而且這件事 我只是解讀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否這樣解讀 不知道 所以變成 起出來 其實不立體 而 你這方面 其實很多時候 而且他一集過 你都不覺得 那個位置有什麼重要 因為本身還有 阿老師 其中一位 眼鏡老師 他也是 僅有的大人角色 計LLL之後 他是為了 present這一件 VVV 內幕事件裡的 一個重要人物 但最後 這傢伙 老實說 連眼鏡整備員 都比他更多 寧屋 當然重要 什麼都是他 火箭都會整 炎化 裝備 體力活 什麼都是他 整電線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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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關 跳了 一拍 另外 這類型 所謂一班學生群像式 我都覺得很多時候 在現在動畫裡面 我覺得沒有什麼 那一個是 適合得很好的 在這方面 完全是群像 嚴重是群像劇式的人物 每個人都有自己 這類型的角色 除了有打擊之外 還有什麼 其實你 真的陪他 那一集 他為了死 那一集要死 那一集要死 老實說 他是戰隊臭數 我感覺 這套裡面 唯一最成功的角色 就是學長 是的 他是一個實識人 他正常 他是一個正常的學生 老實說 又是正常的學生 又是正常的學生 很低的要求 他 由開始 他是一個學長型的角色 到跟著 出了事之後 他第一時間想到 就是揮銀 就是一個學生 然後不斷去揮銀 你覺得這個角色是有趣 首先 你會覺得 揮銀是有趣 全香港都很有趣 他用了 所謂 kickstart形式的 韻子方式 OK 老實說 你會覺得 這個角色 他有自己的思考在裡面 然後 跟著 那女兒死了 跟著 他為了報仇 什麼 埃娜 為了報仇 他就坐上了 這個四號機 這個人其實是有 有 有完整故事 有盡情 然後 其實他看到哈利多 有多麼痛苦 他自己也成為了神仇之人 當然 他女兒死了 又知道很多內幕的東西 對 他又會去鼓勵 怎樣鼓勵 阿哈利多 簡直是最佳南配角 通常最佳南配角 都是你們死的 他很完整 他的故事 唯一是這套 可以覺得可以的就是他 而這套東西裡面 實際上 我會說 我們剛才講了這麼多 痴痴痴的劇情 其實 很多事情 其實有些事情 都是解不通的 其實有很多 解不通的位置 再打個比例就是 好像在月球 不知道那個月球還是什麼 那時候 LL和哈利多 即使太空衣 攬炒 打架 無緣無故 哈利多 就發揮了 卡恩大衛的力量 但這個力量 其實最後都沒有怎麼用過 也沒有這些力量 究竟來源是什麼 還有 究竟 神獸之人 和 公主 那些 Marguerite 還是什麼 究竟 他們 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誰高 誰高 誰低 有說過 神獸之人 是抄Marguerite出來的 就是 翻版來的 他沒有說得很仔細 其實 以這個衍生 就是 VV 是怎樣 創造出來 什麼人 原來是 原來是 還有就是 Apua 那些 那些 O.S.男 究竟 他們究竟是什麼 原因 他們現在只不過是 故意說 他們又說了一個 在很久很久之前 我們不知道 哪個地方 就掉到地球 其實 最荒謬的地方是什麼 他說 O.S.男 也好 O.S.男 也好 那兩件東西 都是那些 魔士 但問題 就是 為何 你不讓 球品 給他身體 然後 放在他 做O.S. 你說 他的妹妹被困 就說 你自己人 又不明白 這件事是 建議 VVV 究竟是什麼 到最後 他沒有說過 VVV 這六部機體 究竟是什麼 因為他不說這件事 O.S.男 為何會被困住 也好 什麼也好 其實這個是 解不通的謎 我爸爸也沒有解過 完全是 問他沒有問過 又沒有發聲 所以我不是說 由他不夠他爸爸走 困住他也好 什麼也好 等他爸爸 可以和 眼鏡 阿sir 去做一個互動 去等 就算 哈利多他們不知道 神視的觀眾 會知道 這件事的前因後果 究竟是怎樣 不用 你旁白一下也好 譬如說 馬里耶 說回他死的 之前那些事情 他又說 這個開發進度 怎樣怎樣怎樣 你有些事情 說一下也好 他什麼都不說 因為最簡單 第一步 他們要研究這部機 不是美國 都是中立的國家性 那是什麼國家 很棒 都沒有 國家已經變成國人 都沒有 都沒有提過這件事 即是 你誰要做的 你那些國家要做這個經費 國家知道 還是 什麼勢力幫他 有沒有提過 完全是 你的資料 為什麼要知道 摩士 什麼這些能力 怎麼擠出來 這些技術 誰來的 當然這套 老實說 就是 如果和他同貴一起出的 銀行機攻隊 是簡陋 這套 是殘缺不存 銀行機攻隊 我頂多說 他是太過簡陋 他說的 太過 他未去到 那些劇里會 出現 超嚴重的問題 但這套 出現的就是 他不解釋的某些設定 是劇情去不到 還有就是衍生的 200年後 所謂的第三雲羅帝國 究竟是怎樣得來的 為什麼第三雲大國 好像很厲害 只有一部機器打到 重要就是 當然 這件事 因為最後 故事就是 很典型的 這幾個影片 最後一定要結婚 有些人 最後不是主角結婚 是會長 林小露 林小露 還有隊長 結婚 我想問王子 哪有多 王子應該是LF 不知道從哪個山 應該是 估計 死怪 不知道 死怪 野仔 跟他單眼很小 你以為 兩個男人混在一起 可以生到幾個樓 我應該想 混在一起 鬼不是人類 沒有人類 但沒有說過 有說過王子是神獸之人 也沒有表明過這件事 沒有的 什麼都沒有說 所以王子究竟 這個其實 可能只是某個人寫的童話故事 第三雲羅帝國 其實是沒有存在過的 我知道 其實是小孩子 你現在學生 廢到這個人 什麼鬼 什麼第三雲羅帝國 真的 不是 應該有個解讀 是這樣 其實 在這個 Module 77 離開了之後 跟著 他們 那幫人 繼續生活 最後一死 其實 我們畫面裡面 已經是死剩的人 已經是 其實 只不過是剩下王子 可能就是 寧小路 那個後代 那三個神獸之人之外 這個模組裡面的人 全部都已經死了 所以 騙這個王子 講個美麗的故事給你聽 這麼圓勢海 那 這麼圓勢海 千年導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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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去戰鬥 所以就是正在一部機 裡面 整個銀樓大腳裡面 是完全看不到人 就是看到三個人 你那裡那麼厲害 你刑擊 其實只有一部機器 刑擊 就是太誇張了 他完全是那種恐怖片 那種看不到的恐懼 你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且很老實說 其實 最後回來 另外說的 就會是機體方面 機體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弱點都很大 他創造的弱點其實都很大 就是overheat overheat很厲害 他第二部發明了一些可以散熱的 但是其實對家的 但是在200年之後 完全沒有這件事 不是 因為200年前那時候 是第一部講 Asaki那次是第一部講的 那時候根本上 他們都沒有想到 有個屎魔的配件出來 所以他們根本是沒有這件事 剛才你說合理 握小孩的故事 根本200年之後 這些技術完全倒退了 小孩都做不到 所以你才會知道 這套東西 根本是沒有 是沒有一個 我當然 當然 他還沒完成這個劇本 甚至還沒完成到 當然你很多做動畫的 都是劇本一邊做一邊去 嚴重到 連大綱都沒有齊的情況下 他就開始去做這個故事 有大綱五部機 有效如生活的戰鬥故事 那如果你這樣說 那你贏的 這件事固然是 所以整體上整套東西 其實 我評價是 真的挺低的 但我覺得對比金貴 其他那些 這套叫我可以看一看 應該這樣說 你不理他劇你 你每一節去看 他的橋段的話 你會覺得 突然間 好像有多少的感動 你每三集三集這樣看 然後把最後一集不看 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會覺得OK 因為對比其他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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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合爆 那些 固然 這一季 那些 什麼境界之比方 那些動畫 我老實說 真的很難受 有時候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老實說 我真的老實說 在舊的機場裡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這幾代 在說什麼 其實 很恐怖 我覺得這套東西 大家知道要聽到什麼 我們說吉澤明的橋理 還有說這幾代的橋理 其實我們是覺得這幾代 沒有橋理可言 其實是 這套東西沒有劇情 你很難找到切入點 究竟這套東西的主旨 究竟是說什麼 改變世界的系統 最好笑的就是 他一開波 經常說革命機器 是一個顛覆世界系統 你第一件事想到 就是 鋼煉 經常說等價交換的 那些東西 那句話很貫通 那句話很貫通 過了一集 又見不到那些什麼 是呀 他顛覆世界 最後有人說什麼 切斷 少了兩個字 顛覆童話世界 都可以 看來看去 你都說 這句什麼時候 好久 好久 以前 有五個神獸之人 為了 為了他們可以 在世界裡面生存 他們成立了一個新的國家 而跟着當中就是 他們幾個五個人的奮鬥 之後 死了 死了 死了兩個 之後 剩下的人 去一個很遙遠的地方 然後過了二百年之後 我們成立了第三銀河帝國 故事完了 嘩 很簡而精 我真的想不到他怎麼說 中間裡面所有的劇情其實是不需要的 他真的是跳舞 總之有五個神獸之人 五個神獸之人就是被人打 然後被人去 他們就為了在這個世界生存 然後就不停奮鬥努力 其中有幾個因為這樣就不幸喪生了 然後經過他們五個人和其他學生的共同努力 他們終於創造了第三輪羅帝國 中間有犧牲很大有流血有熱血 那童話故事不能說太多 是呀 給小孩聽的 他場面都沒有了 所以這一套 只可以說一句 也就是經費好多 畫面真的不差 動物的場面不錯 我覺得那些武器 其實我最欣賞這套其實是武器 你說過 好像無論 尤其是一號機 他的那些歐 他的老槍很可愛 他的老槍 我最喜歡其實他的老槍 其實他很型格 其他機器都很特別 其實設計是不錯的 設計真的不錯 設計真的不錯 就是三田部機 最噁心 最怕那部對家那部東西 比較奇怪 對家那部東西 只是耍水而已 他就明白了 腳很重要 要有腳才可以 我看見機體設計 仔細度是 他是怎樣去運用 有些是用手部發激光 手指發激光 那些 連帶 好像去到 那些設定是很足的 是啊 我看過設定其實是很足的 機體設定其實是很足的 他就說我要這部機器出場 你幫我下集出來 這樣就知道 不過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他的武器 或者機體 怎樣好也好 其實他的戰術性 其實是很單一下 這個是LL負的問題 最重要是他們的機器 少得 木機 有一個問題 好像六號機 還有一個hacker 他木機是廢的 凡人入獄身 人家機 你那裡都做hacker 那這部機器做甚麼 他就按一按 可以了 按一按 他單身進去人家機 你知不知六號機 你知不知給我的感覺是甚麼 我想大家一聽就 抽數而已 古樓卡 你覺得他那些東西 不是不像小英之像嗎 你覺得 但他沒有古樓卡 他拋了問題 是拋了問題 一個後隔 拋下去 後隔 就是唯一你說六號機的表演 因為其實 很老實說 他沒有表演的 他沒有表演 他沒有表演 四部機 另外四部機 你看到那個作戰的模式 其實你會看到一個不同的 就是他們的運動 那個法則 他們全部都是五部機 都會有不同的地方 有問題 你作為一個hacker 五、六號就甚麼都沒有 你真的佔了所有電腦 給電腦 電腦 電腦 已經做到他要做的 所以說這套東西 我會承認的是機體作畫 之外 我任何東西都不承認 還有一首歌 一首歌 一首歌還是一般 歌手重分 OP1 好一點 OP2 比較好一點 OP1 但我覺得還沒有去到 TN和水樹的最高水準 加上化學作用很大 銷量的作用沒有 銷量也沒有 銷量的化學作用 對 這套 期待 其實 有甚麼期待 下季就會好很多 因為其實 我們今季 冬番裏面 很多未完的二季番 其實全部都很好看 其實都很不錯 除了一套 Stray the Blood 哪套 世穴狂雜 世穴狂雜 那套是肉片之外 其他都好的 老實說 雖然好像賭字一樣 其實今季大家聽不聽 都沒有所謂 現在才說 現在才說 當然現在才說 不像之前說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再翻聽 我絕對這樣說 好嗎 但不要被迫 一定要剪輯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